元朗电纜桥星期二火警导致大停电 众电已向政府提交初步报告 新增1860宗确诊 屯门海港首家群组再扩大 菲律宾突然宣布终止与中国讨论 南海联合游戏开发计划 中方表示愿意与菲律宾新政府推进谈判 大家好 阿黎在身 元朗电纜桥星期二大火 导致新界西北部大停电 众电话已向政府提交初步报告 但起火原因仍然在调查 又说已完成重新铺设手组高压电纜工作 凌晨三点已通电 有工程师相信日后重建电纜桥 会转用更防火的物料 和加设自动灭火系统 防止同类的火警再发生 内藏三条电纜的电纜桥 焚围三日之后仍然原封不动 为了加强区内电网供电的能力 并且提高稳定性 中电连入派人重新铺设电纜 首组电纜已经完成 并且在凌晨三点重新通电 中电话目标争取最迟下星期二 完成铺设和剩下两组电纜的通电 沿着栏杆铺设的 就是新的132千伏电纜 属于高压电纜 现时沿着电纜桥 对出公园露博过河 没有事就不担心 有事就担心 现在发现有些危险性 会走远一点 这些大电纜来的 又不是核电那些电纜 这些很少东西来的 我相信绝对不影响 我觉得真的不影响 中华电力公司 会知道怎样搞的 在这个时候放在地面 其实那个临时性质是存在的 当然变成了我们一般的行人 就不应该接近它 它现在是将那些电纜 是用沙包临着盖住了它 其实就是防止有人接触到 或者真的有抢火 就不会直接烧到人 这个位置原本是休戏区 但是现在铺了露天的电纜在这里 整个位置都用围包围住了 市民不可以进去休息 由工程师估计 考虑到露拳的问题 中电够大机会原子重建电纜桥 相信到时会转用更加防火的物料 以及加设自动灭火系统 避免发生同类的火警 加设自动灭火系统 都应该可以做到高点的电压 的情况 近一些化学品来到 阻隔那个氧气 因为你一阻隔了氧气 它就会停止火 原浪区昨晚又再短暂停电 他相信随着新电烂博好 供电量会陆续回升 电力也会变得更加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导 本港新增1860宗新冠病毒降案 屯门海港酒家群组再扩大 屯门卓宇广场海港酒家 再多7个食客确诊 另外有3个密切接触者也染疫 群组至今有37人受感染 当局翻查疫苗通行证记录 确定上星期四 晚上有270多人帮顺 而星期四拿到的19个环境样本 都是阴性 我们都未可以拿到所有人的座位 我们知道有些都坐在中间 有些都坐得比较入 有4间安劳院的院友或职员 需要撤离或检疫 包括早前出现确诊个案的 富泰护理安劳院累计12宗 有1个染疫院又怀疑带BA.2.1、2.1 其余3间是东华三院 芳黄换替安劳院 奇康会何善行夫人径路院 和丛林雅院 学校新增199中阳性情报 其中性工会白若汉会督中学4师班 过去2个星期累计3人染疫 那一班要庭面受货一个星期 尺处性事提犯输远宿舍增加到10人确诊 全湾性放制中学男球队 多一宗个案 累计12宗 一个49岁冠中巴士司机 负责接送检疫人士 怀疑带有BA.2.1、2.1 他住在元朗新围村 在星期二的定期检测程阳盛 他在工作期间有着到保护装备 当局估计可能在更换装备 或者接触检疫人士的时候受到感染 医贡局说 虽然最近确诊入院的人数轻微上升 但严重和危殆的个案并没有飙升 星期四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第五波疫情维持9185人死亡 无视电视记者何曼军报导 澳门金波疫情内的170宗个案 第二粮全民强制核酸检测 将会在今晚的午夜结束 而截至下午3点 大约8成4人完成检测 由着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澳门确诊数字不断上升 卫生局公布 除了之前公布的五个群组之外 再新增一个群组 是救密商场四季名店的员工根衣室 连同健身会的群组都未找到源头 当局相信所养群组很大机会 只是有一个源头 看到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是非常非常强 另外也是很多的一个病例 一感染都是全家人 陆续都会被感染 所以在这里都是呼吁市民 真的在这段时间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一个防护 设计一定要戴好我们的口罩 和保持我们相受的一个清洁 食肆金堂食 戏院、酒吧等娱乐场所也都关闭 市面人流减少 观亚街很多的商店都没有开门 大家躲在家 街上没有什么人 我天天拜佛 快点好婚啊菩萨 我们这个艾民可以帮什么呢 而且我90岁 别人帮我 都不怕 因为我见到有第二次全民检察 我想会很快排除 应该有问题的人出来 我有信心没问题的 我见到这次政府 在无论行动都很迅速 都是由商用的机制去做防范 去处理的 金轮全民强檢会进行到今晚凌晨12点 当局说会争取星期六早上得出全部的结果 而目前当局是发现有让本程阳性的 现正是进行单阳福检 强檢结束之后 还未做检测的人 健康马会转为皇马 可能会被拒绝进入公共场所 不能够搭公共交通工具和离境 和由警察送到指定地点做检测 直至有阴性结果才能够离开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导 各位 全国人大常委谭教宗 在北京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后回香港 他在机场会见记者 我们一起看看现场的情况 我们稍后再跟进 我们稍后看看 内地的新冠疫情反复 一度令到核酸采养的需求急增 但近期多地陆续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 令到采养员供过预求 内地早前对核酸采养员的需求急增加 有报道说采养员的日生可以超过一千元人民币 吸引不少人参加相关培训 不过自国务院月初说核酸检测不应该常态化之后 采养员就突然间变成功过预求 有上海传媒报道 当地虽然建立了2万个15分钟核酸采养圈 但随着人手过盛 只是参加培训 又没有医护资格的采养员就无人问津 至于疫情方面 内蒙古单日新增中数最多有14宗 而北京和上海就各新增3宗 深圳就再多5宗病例 即日起市民搭公共交通 都要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另外科卿制药公布 公司参与开发的新冠小分子口服药 已经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台湾发现手中猴斗输入病例 台南市政府通报 一个25岁的男人 上星期四游德国回台湾之后 今个星期一出现发烧 喉咙痛 身体出红疹等症状 经多项检查之后 确认感染喉斗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看看美股现在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1,276点 升593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3,881点 升85点 传探欧洲股市 三大指数是全线上升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67点 巴黎克指数升190点 德国德斯指数升240点 其他消息 佐敦道旋角文苑楼外场出现了裂痕 有结构工程师说楼宇有轻微下聚 但并非危陋 不需要即时疏散居民 出现裂痕的是 佐敦文苑楼前座 一个低层单位的外场 横跨两边墙身 在商铺楼上都见到 长长的裂痕 骑楼下底石巾抹落 摄氏的单位没人住 天花钢筋外露 门口外贴了屋宇处的告示 说未能够联络屋主 警方曾经到场调查 真的要有点害怕 说真的 就是害怕 那个会撻下去 因为人们都不敢走那边过 所以肯定很大应用 那我们这些怎么办呢 业主有没有跟你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没有 有五十几年历史的文苑楼 是文华新村八门楼之一 翻查网上的街景记录 列痕组在2009年开始出现 有结构工程师视察之后 说盐棚有轻微下聚 但现在有资深家承托 没有即时危险 例如他的楼板曾经超载 又或者他的钢筋 在根部尤其是 有一些瘦食了 瘦食了的时候 他真正的钢筋的面积 那个横截面的面积 就少了 所以他就变了 少于他当时设计的强度 也会导致他下聚 就是圆臂式这一部分 最大的后果 如果没有装顶 没有东西维护着 有机会是整个跌下来 我们发现这两条 由大厦居民和业主立案法团 合资兴建的资深架 已经有点倾斜 也有点离地 经文联就说 去年7月已经收到求助 认为市警局的 游望研究重建计划 间接令到业主拖延维修 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你打算这栋大厦 快来会收购 这8栋大厦这个区 你当然不会整它 不会医它 明知你明年都收了 我还用几百万去做 屋宇处就说 已经在今年1月发出收集命令 今天安排了承建商 为单位露台加装临时支撑 若果业主没有在指定时间里面维修 会派人做有关的工程 并且收回费用 无线电视机车中卓希报导 内地有电信商公布 6G网络架构计计 并计划在2030年实现商用 工讯部上个月公布 全国已经建成超过 161万个5G机站 而十四五规划除了要求推动 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 也提出加强支援研发下一代的 6G流动通讯技术 内地三大电信商之一的中国移动 日前发布6G网络架构技术白皮书 是业界首次有系统发布6G网络的形式 功能划分等的内容 也就是人工智能等综合能力一体化服务 紫金山实验室是今年年初 成功以6G核心通讯技术的实验系统 创出最高实时传书记录 速度比5G提升最多20倍 专家说6G技术仍然处于前期研发的阶段 相信到2023、2024年才开始制定标准化需求 按照流动通讯技术 每10年左右更生一代的规律 6G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 也有专家说 现有的通讯网络信号 未能完全覆盖偏缘地区、海洋等区域 而6G网络可以透过卫星实现海鹿空一体化 满足未来全式通讯、元宇宙等的新型应用需求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大家好,我是黎在山 曾经在疫情初期发起医护罢工的医管局员工阵线 举行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解散 工会是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成立 职工会登记局去年9月发信 说医管局员工阵线有8项活动不符职工会条例 包括2020年2月发起医护罢工 认为有关活动或违反职工会条例第34条 借职工会经费不可以直接或间接用于政治目的 工会当时就说所有活动都是根据会章和专业知识合法举行 医管局员工阵线前主席余慧明 因为参与前年民主派初选 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 曾获保释 但今年3月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 再次触犯国安法被捕 现时仍然还压 警方挨抬在政府总部和立法会一带巡落 国产剑齿虎装夹车首次出动执行任务 警方上个月引入六甲内地制的剑齿虎装夹车 取代原有的锐武装夹车 今次是首次在市区执行任务 新的装夹车配备多孔发射器和涉录系统 可以在暴动或者骚乱的时候 温送人员和装备 以及执行反恐任务等等 临近7.1 警方就在多区加强警力 包括反恐特勤队在政总和立法会一带高调巡落 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和会留任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核酸检测阳性 又或要出席7.1回归25周年庆典的政界人士就相信 只有个别官员确诊对庆典不会造成影响 距离7.1只有一星期 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确诊 外界关注会不会影响回归周年庆典 和新一届政府的宣誓仪式 继继续有获邀出席庆祝活动的政界人士到礼顿山检测站彩阳 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和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黎泰等 如果数目不是太多的应该都不至于影响庆典 最重要就是确保庆典那天的安排 能够做到参与庆典的人里面都受到保护 我不担心的 因为现在政府官员都是隔离的自己 我其实由今个礼拜初开始已经取消散过所有的养会 政府总部西役的专用彩影站也都继续开放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多个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到场检测 后任行会成员吴秋北说 如果有人因病缺席宣誓仪式 相信可以后保 根据宣誓及声明条例 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需要在中央政府的代表 或者获中央政府授权的监系人前作出誓言 司法人员和行会成员就只需要向特首 或者他的授权监系人宣誓 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 领导人仍然有机会来港 但要视乎疫情最新变化 即使未能够来港 也会发表网上讲话 在之前的职面措施 包括了国安法 包括完事宣誓制度等等 香港社会已经由恋意变致 由自恋意变向着一个形成的发展 这个是一个最好总结25年 一国两制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它是一个很有指导性的 对香港很重要的一个港幻 他认为如果官员未能宣誓 按照宪法未能真正履行职责 另外过往官员宣誓会由政务司司长带领 叶国谦说如果陈国基未能出席 有机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代为带领 母亲烈士记者 杂宇文末多 欢迎收听财经多国度 爱丽宝善 美国联储局有官员表态支持 更加进取加息 并且认为目前讨论经济衰退是言之过早 联储局今年议息时有决策权的 性路易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说 除非经济受到重大冲击 否则美国经济含入衰退属于罕见的情况 利率从以上的低位开始上升 经济将会适度放缓 但利率远远未达到中性的水平 建议进取加息和较早行动以控制通胀 目前市场正充分反映年底联邦基金利率 会升至三厘半的情况 美国上个月的新屋销售出乎预期上升 5月新屋销售按月上升一成 扭转之前四个月的跌势 以年率计有69万6千户 市场原本预期会跌至59万户 不过分析认为随着当地按揭利率和楼价上升 相信销售很难持续反弹 虽然联储局官员支持更加进取加息 不过默契根大学向下修订6月的消费信心指数 通胀预期的数据也从14年的高位回落 市场对更加大幅加息的预期降温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之后 升幅都扩大到2% 个股方面 联邦快递的业绩展望好过预期 股价曾经升到9% 吉利汽车的母公司分拆的电动车厢极升 以SPAC的形式在美股上市 股价一度高近两成 其后大幅回涂 看最新的视频 导致升幅又去到扩大554点 报31231点 标普500指数升近79点 至于欧洲股市三大主要指数升幅都扩大 据报社交媒体Twitter 准备向提出收购的Tesla行政总裁马斯克 提供更多实时的数据 Twitter的股价曾经升到2% 外电报道 马斯克上星期透过律师去信Twitter的董事会 说对方只是提供账户过往的数据并不足够之后 Twitter同意提供更多实时的数据 今晚电话请来嘉宾黄俊能和我们聊聊 Hello Crack Hello Pauline 先聊聊美股 上星期见了低位之后 今星期回稳了 你认不认同报呢 德德所说年底加息去到三厘半已经消化了 美股脱险了吗 其实今星期美股也叫做回稳 标普500指数由上星期的低位3640点 升到现在大概3800点 但是如果看图的话 其实上面还有两个列口 分别大概是3900点和4020点的水平 所以要成功修补到才可以叫做初步脱险 否则的话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 虽然看回来的期货 市场对加息去到3.5厘 其实都一定是预期的了 但是就要留意 市场现时是关注着衰退的风险 尤其是一些经济数据方面 都出现了回源 当中刚才所提及的密歇根大学 消费信心指数都创几度升低 那就是说其实消费者的信心 比对疫情和过去的金融危机都重要低 对侧仲在消费的美国经济 相信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总之美股现在好像在低位站稳也好 但我仍然都建议应该要较为审慎为主 是好一些的 好 专门看下澳元 澳洲今个月大幅加息半厘 央行总裁洛威今晚就说 下次议息的时候会谈加息四分一厘还是半厘 算不算交市场预期的保守 对澳元带动又有多大呢 其实你说比起联署局的鲍威尔 或者欧洲央行航陈拉加德近的言论 那鲍威的言论可以叫做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是对澳元来说 影响其实都不算太大 主要的原因其实澳柱署行在之前 其实都已经表明会采取必要的重施 去压抑通胀 而澳洲第一季度的通胀都去到5.1% 那创20年就新高的了 所以在第二季度的商品价格高期之下 相信通胀都会继续上升下去 支持澳柱署行加息的 加上其实处刊较为重视的 制约数据都比较良好 5月份的新增职位都超过6万份 那令到整体的制约人口比率 都创约细络去到6成4 那所以经济也好 通胀也好 都支持着再加息的0.5厘的决定 那所以重视洛威年龄大保守都好 澳元呢今天都上回到69尾先的位置 那但是后市反而要看经济衰退的发酵程度 因为澳元本身对经济都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近期衰退的议题反而是澳元送下的原因 那但是我相信暂时应该在68尾先都应该会见到比较大的支持 好 今晚麻烦谢Kraak的分析 再跟进下美股最新表现 导致维持向上升到569点 报31,246点 标普500指数升到78点 节目时间到这里 再会 欢迎新闻时间 香港书展下个月20至26日在湾仔会展举行 门票下星期一开始公开发售 市民可以在便利店或者快达票等购买实体或者电子入场券 成人是25元、小学生10元、三岁或以下 和年满65岁的人免费入场 今年书展的主题是《历史文化、城市书写》 设有《世味香港》和《城市足色》两大展览 展示当代著名作家作品和珍藏 让市民透过文学和艺术体验香港独有故事和情怀 今年书展亦是香港回归25周年庆祝活动之一 大会邀请了不同作家举行讲座和文化活动 疫情之下书展曾经两度压后 今届是继去年之后再次举行 政府呼吁申请临时失业支援计划被拒的人 下个月8日或之前联络临时失业支援热线183-6128提出福检要求 热线星期一至星期五朝八晚六运作 计划已批出大约34万宗申请 包括2万个经福检获批的个案 政府发言人说不少申请是因为 未符合计划资格而被拒 但亦有申请最初被拒是由于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 或者未能在指定时间内补交资料 在接获申请人的福检要求后 会安排专人以电话主动联络申请人 慶祝香港回归2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北京开幕 总共展出116件内地和港澳美术家的作品 由住北京记者賴齐申报导 这个以北麦丹称盔湾区 榴光日彩或未来为主题的展览 星期五下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开幕式 中国民联、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博物馆 和中国美协等都有派员出席 港澳办副主任黄灵桂说 作品展示了香港回归25年以来的成就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116幅美术作品 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艺术家 对香港对湾区建设的热情 也能够看到我们湾区建设 我们香港建设25年来去的巨大的成就 我相信大家拭目以待 而中国民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宏 就认为作品展现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 突出展现香港自回归以来 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 经济、文化、社会和民生各领域取得的长组发展 展示香港的繁荣进步与祖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说 内地和港澳美术家将会继续攀手同行 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今次展览一共展出116件 分别由内地和港澳美术家创作的作品 免费向公众开放 由作品展示香港经济发展成就 也有作品反映疫情之下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 画展除了展出画作之外 也有多个雕塑品 其中这个云吞面就是香港人的生活写照 坐着一大排档食云吞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 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他说保护主义是作简自博 呼吁各方认清世界发展大势 共创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习近平又说中方会再增10亿美元 整合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今次对话会的主题是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 以视像方式出席的包括金砖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发表还要说 指新冠疫情吞噬全球多年发展成果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疫情 落实进程受阻 南北红沟继续拉大 两色和能源安全出现危机 有国家将发展议题政治化 边缘化 搞极限制裁 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 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团结自强的意志更加坚定 习近平强调 这个是充满挑战的时代 也是充满希望的时代 要认清世界发展大势 坚定信心 喜而行之 工仓合作共赢 共同繁荣的发展架局 他又说保护主义是作简自绑 搞小圈子会孤立自己 他呼吁各方 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 凝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习近平表明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 大家庭的一员 中方将会加强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 将蓝蓝合作援助基金 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蓝蓝合作基金 在30亿美元的基础上 再增加10亿美元资金 习近平提到中方将会和各方攀手 推进重点领域合作 动员发展资源 提升粮食生产和供应能力 加强疫苗创新研发和联合生产 加快工业化转型升级 习近平日说 深合意同 谋无不成 中方将会搭建国际发展 知识经济交流平台 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 举办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疫情 汇聚最广泛的力量 先电视记者朱小伦不道